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包括习近平 文章讲说 2013年是魁蚁年 其中的魁是天干 属于北方水 蚁是地支 那十二属性当中是代表着蛇 按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算法 把六十甲子五行属相结合在一起 所以明年是水中蛇 也就是水年 文章紧接着讲说 十几蛇年出生的中共领导人 包括毛泽东 包括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跟毛泽东是同属性的 他说53年 习近平出生那年 正是水蛇年 也就是他赶上的是 还是水年 整个世界经历了不少大的事情 朝鲜战争结束 斯大林去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他紧接着说 36年之后 又一个蛇年 1989年 风云变化 六四事件被暴力镇压 柏林墙倒塌 苏联开始分崩 在上一个蛇年 2001年 针对世贸诸心 发生了911袭击事件 然后紧接着他提到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 在中国的十二属性当中 蛇本属于火性的属相 但在今年却遭遇了水蛇年 因此星象学家 预测认为2013年充满了冲突的一年 他说不过呢 水游被认为是柔弱 灵性 舒缓 柔和的化身 所以应该说又有缓解的力量 那我觉得这里呢 就把中西方给合在一起了 占星树呢 那是西方人的东西 那西方人的东西 你不能跟中国人的东西 属相呢 搁在一块说 按咱中国人的话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中国的土地 中国的说法 中国人是适合于中国人的 那西方人的占星树是适合于西方人的 那咱刚才说了 他在金木水火土当中 按照他讲说 实际呢 习近平正好是水 也就是说按照本命年上说呢 这个习近平赶上了一个大的本命年 大家注意啊 他要到三月份 两会之后 才能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职位 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讲 才能拿下真正的国家元首的职位 也就是说在他本命年的时候 他登基 他紧接着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他说水蛇年是不是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变革呢 很难讲 文章讲说 从蛇年本身来讲 具有蜕变之意 昭示着一种变革 德克斯写的呢 我觉得就有点混在一起这么说了 然后紧接着讲说 占星树学家们预测今年还会有进步或者革新的出现 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 那中国预测呢 中国呢会顺利完成的领导层的交接 日本和韩国经过大选 实现了政府的这种变革 那德国呢 在九月份也将面临联邦议会大选 所以2013年政治舞台上呢 应该是兵彩分废 我觉得这就这么回事了 这就是说你不能混在一起说 对吧 但是呢 赶上了这个习近平是个大本命年 就前头那段说的 我觉得这是值得征兆 值得讲的 其他的就是另外一回事 而原因在于他本身当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呢 那他自己的本命年 这种大的本命年赶在一起呢 是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 还是那句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你不能 中国人你按照什么星座说 现在很多年轻的按照星座 我个人认为呢都是下拜 文化 真正的文化 维系着社会和民族和整个这个地球上人们生存呢 其实影响最大的是信仰 而真正的信仰都是在两千多年前出现 对吧 我们说信仰或者文化 基督耶稣两千年前 他出生在那么一块土地上 而佛家出生在印度上 对吧 释迦摩尼佛两千多年前出生在印度 那中国呢 前后出现了老子和孔子 是在中国土地上 而这几个人 无论你是把他当成文化也好 当成信仰也好 他对今天的社会起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可是在当初他们出生的时候 他们的出生地与 你比如说基督与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与老子和孔子 他们之间是被沙漠海洋和高山给切割开了 对吧 那时候也没有email 对不对 苹果还没出来呢 只有吃的苹果 没有那个玩的苹果 那当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正好迎合了中国人传统的说法 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任何一嘎的地方 他会有他自己所信仰的神明 有他自己文化的根源 所以中国人按照中国人的说法 这才有真正的根 而且你永远不倒 当然这是话外话了 那这篇文章呢 确实提出了一个说法 同时间网上有另外一个笑话 是笑话了 那评论挺多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美国之音报道讲说 河南塌桥塌出了新表哥 网络令众官员哭笑不得 这个呢 挺简单的 那一个桥呢 被一个车的那个车炸了 就说拉炮中 拉什么东西 然后就把桥就给炸塌了 但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说炸桥可是个功夫 因为你得找着那个 从建筑学上 你得找到他最要命的那个桥墩子 然后把炸药放在那儿 才能炸塌了 如果你瞎弄坏这个炸药就去炸的话 应该桥一般照不塌了 那这个车呢挺逗的 它走在桥面上 然后炸了 就把桥给炸塌了 现在这桥就不用再找桥墩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都不是什么笑话和什么 这就是正常生活 这是咱的生活 但生活当中出了个事 就是这个河南这个桥塌的时候呢 出了个什么事呢 美国之音报道讲 中国安检总局的副局长 王德学2号率领工作组 视察坍塌 桥梁坍塌事故时 王德学在现场落泪的照片 感动了很多人 他穿了一个军带衣 那军带衣可有传统了 石涛小时候40年前就穿军带衣 17块钱一件 当时啊 17块钱一件 买便宜货的能5块钱一件军带衣 但是就怕里头那棉花差点劲 但现在咱不知道军带衣卖多少钱 但是军带衣表示老百姓的传统 因为石涛那时候买大白菜 过年了买大白菜 穿衣军带衣 晚上三点钟去买菜 那是真的 那是咱真实的生活 那他穿衣军带衣呢 表示呢 他跟老百姓很近 然后就提到说 他当时哭 哭得挺伤心的 这个结果呢 他吸取了教训 陕西那个安检什么 那不是乐吗 叫杨神财 一乐 一戴手朴 大家伙一恨他 查出他是表哥 结果这哥们哭 也把大家伙哭感动了 这一哭就如磨眼泪的时候 把手表又给露出来了 所以就 现在就出了新的表哥 就这么点事 所以当官的今天是 哭也不成 乐也不成 怎么着都不成 你让我说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赶上习近平本命年 你就说习近平怎么办吧 今天他的官基本就是这样 你说他怎么反腐吧 反完了全完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往哪走 过年了 很多朋友往家赶 就得坐火车 坐火车呢 有各种姿势 本来这算不上新闻 结果今天涛哥一看呢 引起了我的想法 涛哥大概35年前 那个时候或者说30年前 坐火车的时候 基本就是现在 跟我看过这照片的时候 我感触在于 就是30年了 中国人坐火车没变样 那才邪门的 我跟你讲 甭管他忽悠什么 这崛起那崛起 什么这个 这个那的都不用 30年了 中国人坐火车没变样 涛哥那时候就这么做的 那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呢 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女孩了 从窗户钻进去 这就是30年前就这么钻的 只不过这双鞋 30年前那双鞋 不是这双鞋 这张照片就比较清楚了 人们睡在椅子下头 涛哥自己睡过 睡的不止一次 睡在椅子下头 空间相对更好一些 因为凉气奔下走 所以感受起来 心情更愉快一点 也没人打扰你 当然这个睡法呢 就比较绝了 相对我们能感觉到 在这个椅子旁边 还有哥们在睡的 所以把这群哥们 给挤出来了 那我看里头呢 有很多 很多照片了 我只是用这照片 跟大家描述一个概念 30年前 35年前 涛哥就这么坐火车的 之后到现在 我们老百姓还在这么坐火车 我问你 谁应该负这样的责任 对吧 你别跟我说 这国家大不容易 你算什么 你算哪个 就原来说 你算哪个坟头上的一根草 对不对 轮上你爹的时候就这么做 轮到你还这么做 然后你说这个祖国很伟大 共产党不容易 那你就是贱骨头 不整你 都于心不忍 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